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是大伤厚德 当恶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是大恶大患 容易给人招致杀身之祸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这三件事给你会饥饿 做多了福报都会耗光 一起来听 佛家云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都是很有道理的 而且 善恶报应就像人影 仅跟着形体一样 绝无差错 一个人与善 适善 行善 一日有三善 三年内 老天一定会降下福分于他 一个人与恶 适恶 行恶 一日有三恶 三年内 老天一定会降下祸患于他 相对于积极行善 我们更应该杜绝自己行恶 正如了凡四讯中所讲 欲或福 而远或 未论行善 先需改过 一个人少做以下这三件事 少积恶才能多积福 一个人经常做这三件事就是在饥饿 饥饿多了 祸患就来了 一 言语不善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一句话可以温暖人心 一句话也可以刺痛人心 甚至有些时候 语言对于人的伤害 要远远大于身体上的伤痛 而且更加持久 所以说 一个人言语不善 其实就是最大的恶 也就是修养不够的表现 因此礼记中告诫人们要 恶言不出于口 愤言不凡身 我们不说伤人的话 别人就不会用愤怒的话回击 人际交往中 我们尽量不要与人结仇 这样才能睡也安然 走也方便 一个人说话尖酸刻薄 把身边的人都得罪光了 其实就是在积累仇恨 在饥饿 为自己埋下巨大隐患 谁可再周 亦可负周 得道者多助 是道者寡助 当我们因为言语不善 把恶积累到了一定程度 就会招致巨大的打击和失败 二 满脸愤怒 有些人我们未与他们说话 就可以感受到 他们一身的负面情绪 谁看了都会不舒服 好像谁欠他们钱一样 其实这种满脸愤怒 不友好 浑身上下充满力气的行为 也是在给人生饥饿 古语云 一念之善 吉神随之 一念之恶 厉鬼随之 当一个人内心光明正大 表现在脸上的也是一片祥和 就连花鸟 虫兽 都愿意接近它 因为它在向外辐射正能量 滋润外物 当一个人内心阴暗显恶 浑身上下都是负能量 表现在脸上的都是利器 谁见他们都躲得远远的 他把大家都得罪了 这不是在饥饿是什么 胡适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 结合母亲的经历感慨道 我渐渐明白 世间最可厌恶的是 没如一张生气的脸 世间最下流的是 没如把生气的脸 摆给旁人看 这比打骂更难受 所以说满脸愤怒不友好 把生气的脸给他人看 有时候比恶语伤人更可恶 更是一种饥饿的行为 厨师奇书 蔡根坛告诫大家 欲沉沉不语之事 切莫疏心 见性性自好之人 应絮防口 也就是说 遇到表情阴沉沉默寡言的人 千万不要对他推心置腹 表露内心 遇到满脸怒气 自以为是的人 在他面前就要小心提防 不多说话 就是因为这类人不友好 充满负能量 给他人一种无形的伤害 所以我们要尽量远离他们 对于我们自身来说 也不要整天哭丧个脸 甚至满脸愤怒 因为这都是在给他人或社会 制造垃圾情绪 是在饥饿 也是在破坏自己的好运气 人生可以走霉运 但是不可有霉相 就是这个道理 三 占小便宜 为什么说占小便宜 也是在饥饿呢 我们听完尝试在了凡私讯的解答 只想什么是恶 什么是善 就会一目了然 中风禅师说 有益于人是善 有益于己是恶 即 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情就是善 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就是恶 显然一个人喜欢占小便宜 为了自己谋私利 贪得无厌就是行恶 虽然这种恶很小 容易被大家忽略 但是小恶积累多了 就成了大恶 会败坏品德 也会招致大祸 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经常看到那些 贪小便宜的人 最后吃大亏 非常得不偿失 骗子就是抓住人们贪小便宜的弱点 让人们上钩受骗 只可惜很多人是见利而不见害 就像鱼儿见食而不见钩一样 所以老祖宗告诫我们 讨了人事的便宜 必受天道的亏 贪了侍卫的 资义 必招 兴奋的孙 作人要切记 贪在头上一把刀 人为财死 鸟为狮亡 不该占的便宜 一定不要占 占小便宜 看似的小恶 但积累多了 就是大恶 容易使人 因小失大 蜀汉汉昭丽 刘备林中前 哭口婆亲告诫后主 刘善说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这方话 也是对于 行善和行恶的最好诠释 我们不要因为善小 就不去做 更不能因为恶小 就放纵自己去做 以上三种恶 言语不善 顽恋愤怒 占小便宜 都是属于小恶 但小恶积累多了 就成了大恶 要招来大呼唤 大家在平日里的 言行举止中 要多加注意 尽量少饥饿 今天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 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